咱们之前讲了王忠伟是如何打入金圈的 那么这一期呢咱们就跟观众老爷聊聊 华一兄弟在进入金圈后 如何一步步成为金圈大佬的事 当时的王氏兄弟啊就急需进一步扩大规模 于是呢就通过了缝裤子的金圈资源呢 搭上了太和控股这条线 然后这个华一兄弟和太和呀 各出资了2500万 成立了华一兄弟太和影视投资有限公司 而随后这哥俩呢又从太和那里啊 购回了5%的股份 那掌握了控股权 最终通过运作呢把太和踢出了局 所以呢这个商人嘛 没有永远的朋友啊 只有永远的利益 这个王忠伟啊他明白的很 想要在娱乐圈发展的更大更快呢 那就要养自己的艺人 所以这个时候呢在得到资本加持后呢 他首先做的就是什么呀 成立经纪公司 那到这呢咱们不得不提啊 金圈第一浪姐王金花 王金花呢中国内地第一位经纪人啊 那在娱乐圈的地位是相当的高啊 圈里人都尊称他为花姐 都说跟着花姐走有肉吃 那之所以有这样的地位 原因很简单啊 他是这个内地经纪人行业的先驱者 他旗下的明星呢 有非常非常多的一线明星 就包括现在娱乐圈很多的知名经纪人 那都是他的徒子徒孙的 而华谊正是看中了王金花的资源呢 选择与他合作 于是呢华谊经纪公司成立了 那第一批签下的演员都是谁啊 李冰冰范冰冰胡军啊 佟大为等等等等 一共七个艺人 而王金花呢不仅是在京圈 有着足够的明星资源 那在香港娱乐圈也有一席之地啊 很快和关之林啊 刘嘉玲啊 吴君如等等香港一些明星啊 也都签了约 自此呢华谊旗下的第一批大腕阵容 基本成型了 左手有着大量的明星资源呢 右手呢有着缝裤子一片 会拍马会拍片的导演 于是在随后的几年里 华谊公司制作出了什么 手机啊天下乌贼啊 唐山大地震啊等等等等 多个经典作品 那赚了个盆满钵满啊 就在王中磊风生水起的时候呢 2005年娱乐圈发生了史上规模最大的跳槽事件啊 那就是王金花带着数十位艺人 集体从华谊跳槽 那其实在事发前呢就已经有风声了啊 这个王金花呢对外宣布呢 说五年红道期正在办理交接手续 那并且呢表示说不希望明星啊 跟着他一起走 而华谊这边王中磊也说了 王磊说什么呢 他说正在找有能力的人接王金花的位置 那最终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王金花啊 把华谊这个明星啊基本掏空了 这一个釜底抽薪啊 给王中磊打的脑瓜子是嗡嗡的呀 脑瓜子又嗡嗡的吧 今天我就让你输的彻底 那怎么回事呢 当时双方啊都说这个合作很愉快 没什么矛盾 那当年就有华谊的员工就报过料 说王金花跟华谊高层的意见是一直不合 那曾因为合作问题上呢 王金花手下的几名经纪人呢 也从公司离职了 而且在夜宴的名单上啊 咱们也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 夜宴演员名单乍一看都是大牌 你看周迅啊张子怡 吴彦祖黄老名葛优等等对吧 那在当时呢 这些演员啊 包括葛优葛大爷呢 都有自己任职的公司啊 并不属于华谊旗下的 所以呢 当时就是圈内人点破了这一点 说华谊呢 想要绕过王金花 培养出真正属于华谊的嫡系艺人 随后呢 华谊就迎来了这次集体跳槽 那这次跳槽确实给华谊打击不小啊 但依旧留下了一小部分明星 这里边其中就有双兵 这个范冰冰和李冰冰啊 那尤其是这个范冰冰呢 当初啊 其实是打算跟王金花一起去的 但王中磊当时许诺他一部好莱坞的资源 并且承诺呢 跟发哥一起搭档 这范冰冰就留下了 按照华谊当时的计划 咱们就看啊 这王中磊许诺给范冰冰的资源是什么呀 那就是06年的末宫 那这部电影的男主角啊 开始确实是周润发 但后来呢 是由刘刀华出演 那据说是周润发当时啊 是看不上范冰冰的人品 那主动就推到了这个档期 而后呢 这个华谊啊 就签下了周润啊 这无疑对于范冰冰的打击啊 那是巨大的 不仅资源是没拿到 还来了一位强力竞争者 那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莫公啊 只是一个让范冰冰留下的筹码 那华谊真正想捧的是周润 那这些呢 范冰冰自己啊 应该是有体会的 那么范冰冰既然已经看清局势了 为什么不早点离开华谊 去找别的路呢 那根据当年的娱乐新闻呢 我们就可以看这些蛛丝马迹啊 当年许多娱乐周官啊 媒体啊呢 都爆出王中磊和范冰冰私下会面的料 而范冰冰在很长这一段时间里呢 一直也是一个人 如果我们把这些情况都联系在一起的话 我们不妨大胆猜测一下 那或许王中磊和范冰冰的联系和关系 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密切 对吧 而范冰冰也正是期望通过这层关系呢 获得更多的利益 多的不说 懂的都懂 那既然说到儿女私情这点事呢 别哥咱还得插一句啊 此时的王中磊啊 是又有钱又有颜值 而又是娱乐圈的这个幕后大佬 所以啊 这个平日媒体啊 盯他的人也不在少数 那就爆料了王中磊 暧昧的关系的女星啊 还有很多 你比如说伊能静 对吧 曾在08年呢 就有狗仔拍到两人深夜幽归的照片 王中磊是谁啊 那是身经百战的人啊 那果然呢 在新鲜感过后呢 与伊能静的这个见面是越来越少 那到最后呢 更是没了往来 媒体呢 再也就没爆出相关的料了 那再后来呢 伊能静发生了牵手门事件 那让伊能静在台湾的发展呢 也是受限了 那这块就好玩了 最终在和原来公司解约后呢 伊能静到了华谊 这一块呢 我不知道是安排呀 还是巧合呀 还是那句话啊 大家自行体会啊 懂的都懂 那经历这次跳槽风波后呢 华谊兄弟又通过各种手段 重新充实了旗下的艺人 那并且在缝裤子的卖命干活下呀 是不仅没有受到影响 而且呢 还做到仅次于中影 这个时候的华谊呀 巩固了自己在娱乐圈的地位 开始大肆进军电视剧行业 于是在2006年呢 投入了大量资金 以合作呀 还是收购啊 等等形式下呢 签下了很多个电视剧团队 成立了华谊自己的电视剧工作室 这个时候制作出了 你像陆鼎记 士兵突击 我的团长 我的团 等等等等电视剧作品 那自此呢 华谊呢 在电视剧的领域啊 也站完了脚了 那终于啊 这电影啊 电视啊 不玩局了 在2006年10月份 完成了他们的最终目标 华谊兄弟上市了 那这次上市呢 让华谊迎来了最鼎盛的时期啊 而这个时候 王氏兄弟呢 也奠定了金圈和娱乐圈大佬的位置 那这个时候的哥俩呢 可谓是意气风发啊 风光无限啊 那这次成功上市呢 冯库子的票房啊 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所以呢 冯库子得到了很大一部分股份 那当时王氏兄弟跟冯库子 关系好到什么样呢 那简直是快让冯库子改名叫王库子了 但俗话说的好啊 患难见真情 这个时候的王忠磊 绝对不会想到 日后发生的事 让他看清楚了冯库子 是怎样的一个人 好了 本期我们就聊到这儿 关注我 下期继续深挖 华谊兄弟在金圈那点事儿吧